10月25日孙丽出席一个收养遗期宠物的活动 并在微博发出现场照 现场时而与小宠物们合影 时而认真地听工作人员的讲解 十分的平易近人 10月20日上午 孙丽罕见晒出与胡慧中合影 并写道 著名影星胡慧中 按辈分我该叫他姨奶奶 可是看脸我管他叫胡姐 太年轻奶奶实在叫不出口 看到微博的网友立即留言 胡慧中当年可不是一般美 现在依然风韵犹存啊 娘娘也美 一家子都是美人 孙丽曾坦言 奶奶在世时曾向胡慧中推荐孙丽 希望姨奶以后有机会能够栽培栽培这位晚辈 但随着后来孙丽奶奶的去世 两家也很少有往来 直至失去了联系 10月25日孙丽出席一个收养遗期宠物的活动 并在微博发出现场照 现场时而与小宠物们合影 时而认真地听工作人员的讲解 十分的平易近人 10月20日上午 孙丽罕见晒出与胡慧中合影 并写道著名影星胡慧中 按辈分我该叫她姨奶奶 可是看脸我管她叫胡姐 太年轻奶奶实在叫不出口 看到微博的网友立即留言 胡慧中当年可不是一般美 现在依然风韵犹存啊 娘娘也美 一家子都是美人 孙丽曾坦言 奶奶在世时曾向胡慧中推荐孙丽 希望姨奶以后有机会 能够栽培栽培这位晚辈 但随着后来孙丽奶奶的去世 两家也很少有往来 直至失去了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